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通常呢我们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 影片行销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辅助工具 那你怎么样去录影片 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困扰 那今天呢我们来示范一下 刚好呢今天有跟于亚文综医师 有聊到这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比较快速的方法 去做好行销工作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碌 如果你要播出很多的时间来做行销 其实是可能要有专业人员来帮你做 但是呢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很发达 今天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假设你今天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那这个专业知识呢 其实很适合录影片的方式 假设你没有时间去写文章 那你可以用录影片的方式来分享你的专业知识 那现在呢我们来示范一下 如果你用手机来录影片的话 这是每个人随所可得的工具 你不需要去买一个很专业的摄影机 你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录制 那你现在看到呢 这个就是我的HTC的手机 是安卓系统手机 当然iPhone也OK 只是每一款手机的拍照功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大致上都相同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我如果按一下选项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把相机镜头转换的按钮 那你如果要看到自己的自己 比如说我现在是照着对方 但是我如果按这个翻转萤幕的话呢 我就可以按一下 那它就会切换到前置镜头 OK好 那我现在切换到前置镜头的状况下呢 会变成我自己就可以看得到我自己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这样子比你比较好录影 比较看得到自己的话 这是OK的 你就把镜头切换到前置镜头来就可以录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按钮 你就按这个摄影的按钮 你就开始录影 按下去的时候通常会有红色的点点 然后再按一下就会停止录影 OK那假设我们现在录完了 假设我们现在录完 假设这个影片我们已经录完之后 像这个影片是我去健身房跑步的时候 跟朋友一起去的 那你录完影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影片 点击影片之后 然后上面有一个分享的按钮 有一个分享按钮 然后你就按这个分享按钮 再按一下 好按下分享按钮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YouTube 我们来示范一下 就是你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 我们今天只讲YouTube就好了 然后你点击这个YouTube 点击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个YouTube的画面 然后呢 如果你有这个功能的话 因为这个功能好像是最近YouTube 这个新增的 我不晓得是YouTube本身的功能 还是这个摄影软体本身的功能 假设你有这个功能的话 这个功能很棒 就是你可以把前面的部分删除掉 比如说我把它拉过来 那代表前面的部分我不要 那后面部分我也可以把它拉过来 代表后面部分我不要 我只要中间这个部分就好了 然后呢标题的地方你要打上关键字 跑步不伤膝盖的方法 好 那我们用这个Google的这个语音输入法 其实蛮快的 而且它的那个错别字还蛮低的 正确率蛮高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按一下这里 再看一下说明 这个标题的地方 主要就是你这个影片主要讲什么 那这个标题呢你要内涵关键字 也就是一般人啊 他可能会去搜寻的一些他们会提问的问题 那比如说跑步不伤膝盖的方法 可能有的人会在Yahoo 会在那个Google搜寻情上面搜寻这个关键字 那你这篇影片呢就有可能被找到哦 然后底下说明的部分也是 教你跑步不伤膝盖的正确方式 让你可以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好 好然后呢 你只要在底下这边选择 隐私权这边选择公开 这边你点击之后 你可以选有公开、非公开、私人 那因为我们要做行销嘛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公开 就是要让我们的影片被人家搜寻到的意思 好那这样子呢 再按右上角这个送出的按钮 按送出按钮 然后这个影片就开始上传了 你看已经上传20% 所以这个操作的方式 纯粹用手机就可以操作了 你可以用手机来录影片 然后呢 用手机来上传你的影片到YouTube的平台 那你要注意的是 刚刚的那个分享按钮啊 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那个YouTube的icon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代表你的手机 并没有安装YouTube的这个APP 这个APP 那我们就去安装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lay商店 假设你是iOS的话 你去搜寻 也可以找到这个叫做YouTube 就直接打YOU YouTube TUBE 然后按Enter 好这样就找到了 你只要去下载这个YouTube这个APP 只要安装完这个APP之后 你的影片按那个分享的时候呢 就会跑出这个YouTube的icon 这个按钮 然后照刚刚我们做的方式 去上传你的影片 所以这个是一个懒人行销法 假设说你是一个 比如说刚刚讲的亚文中医师 那中医师呢 他其实有很多关于人体健康方面的 相关知识 比如说我今天提了个问题就是 我有这个早上睡眠不足 就会呕吐的现象 那他跟我说你可能有这个肠胃肠胃发炎的状况 或再加上这个可能有中暑的状况 那平常饮食应该注意吃什么 应该要注意要清淡 或者是我会含一个小秘诀 含两片姜在我的舌头底下 在嘴巴里面 让我的可以缓解我的胃部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 那可是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这种小知识呢 其实你就可以录影片 大概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 这种小小的短片 然后利用手机直接录制完毕 直接上传 就照这样的方式去上传 那只要这样的影片多了之后 其实因为YouTube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搜寻引擎 所以只要照我刚刚的方法去做的话 那你的搜寻率其实就很高 曝光度就很高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小秘诀没有讲到 就是你在上传这个YouTube影片的时候 刚刚的那个说明的栏位 对啊 那个说明的栏位 其实如果你可以在那个说明的栏位 去加注你的网址的话 比如说你的脸书的粉丝 粉丝团的网址 或者是你的部落格的网址 或者是你公司官方网站的网址 让人家可以点击去看你的详细资料 详细自我介绍 那会更好 他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 更detail的一些资讯 可以找得到你 这样会更好 甚至是你留下一个通讯方式 联络方式 不管是LINE 或者是你的手机 联络号码 那都可以促进别人找到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个 利用手机来拍摄影片 然后做行销 直接上传到YouTube的行销方式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是刘奶爸 我们网络行销八点档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